今天看到艺人孙鹏跟迪音的儿子孙安佐 前一阵子在6月1号在泰国被捕回国 当时他穿着花衬衫 而且对妈妈是有疑虑的 6月20号在深夜交保之后戴着墨镜 露出他的牙齿微笑 而日前他是因为带瓦斯火枪 到新医区引发争议 剪警惊天到孙家 跟中性惊人家中进行搜索 当场查扣了火药 力气还有瓦斯火枪 两个晚间都被移送北检附训 孙安佐是30万交保 而且聘请的是王牌大律师 交保之后的神态自若 甚至他再次的比出动漫的手势 跟父亲孙鹏有强烈的对比 为了救爱子 孙鹏父亲请到超强律师团助阵 交保后的孙安佐白色上衣 盖墨镜一路抬头挺胸 神态滋肉 走出地检署 脸上还挂着笑容 面对镜头再次比出动漫 咒术回战的手势 可以回家孙安佐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一同抵打北检的还有孙安佐的父亲孙鹏 得知儿子交保 立刻从包包内拿出30万现金付保 边面对记者提问 孙鹏表示一整天都没有和儿子对待话 心情相对愉悦的孙安佐来说 有很大的差异 对到时候大家可以过来参加活动 日前孙安佐因为细带瓦斯火腔 到幸运区引发争议 19号住家遭到检警搜索 孙安佐及朱姓经纪人上午 也被北市行大带回甄市 经过半天的宣问号以送北剑 回顾整体事件 19号早上9点多检警前往 孙安佐北投住家 他还在糊糊打碎 警方在他家查扣到一包黑色火药粉末 自制利器未成品瓦斯火枪 还翻出五把生存游戏的狙击长枪 但这些都不算违禁品 传出他位在于北市的工作室 还藏有强之检警不排除之后 展开第二波搜索 孙鹏夫妻两位的旧子爷 紧急找律师团阵容相当强大 包括前高检署主任检察官 何祖顺及前市林地检署检察官 石森士和前台中地方法院 法官余德镇 就希望面对这次的事件 爱子能再次全身而退 记得总报道 而事实上艺人孙鹏 跟敌音知子孙安佐 大家在讨论 包含刚刚看到经纪人朱祥明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所看到的 信义区辆瓦斯火箭 扬言说他有研发新武器 不过其实我们知道 孙安佐他前后改名两次 之前改名叫孙华 现在他改名叫做孙健豪 头戴灰色鸭舌帽和口罩 看起来略显疲惫 资深艺人孙鹏无奈 带着30万元到北检柜台 帮宝贝儿子孙安佐办理交保 所以今天也还没有机会 跟安佐讲道话对不对 对可以在哪里等 只能在这边等 孙鹏护子心切 从19号检警请来搜索 就一路跟着儿子 从北投家门出发到市行大 又跟到北检报道 陪伴孙安佐征讯和复讯超过10小时 漫长等待之后 附了交保金带着孙安佐离开 案件公告版左上角姓名头 为写着孙更豪 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因为发现孙安佐三度改名 从最一开始叫做孙华 改成孙健豪又改成孙安佐 但疑似因为风波不断 又悄悄改回孙健豪 只是改名后运势真的会比较好吗 孙安佐他的安置属兔的会变成冤 冤枉的冤 就会演变出有牢狱之灾 有官非是非等等 若改成建豪 至少在建制中属兔逢人 会懂得付出和体恤 孙安佐遭检警崇拜意味曝光真实姓名 父亲孙捧忙了一整天 敌英则是在儿子被带走后发文训斥 若是狮子何须炫耀 暗示做人要低调 他的脱续行为简直让父母 每分每秒都操心 记者林明镜 薛雪华台北参访的